大部分的人都是好人 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的请求 实际上 懂得说不是一个技巧 也需要练习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不很困难呢 追根究底 我们不想让别人失望 不论是朋友 父母 情人或是老板 出于本能 你不想让他们失望 所以对他们提出的要求 或请托常常说好 可是 对你而言 一旦你答应了一件不方便的事情 需要花费接下来好几天 好几个礼拜 甚至是好几个月来后悔这件事 反之 若你说的是不 拒绝之后 可能顶多不安几分钟而已 当你说了好 对方就会有所期待 一旦你无法达成 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失望 所以 和不明确的 勇敢的在第一时间拒绝 他们可能一时会失望 但时间久了 他们会知道你是真心为他们考虑 所以 你要提醒自己 把决定与关系分开 不要因为跟着个人关系亲密 就答应一件没必要 也做不到的事情 别忘了 拒绝这个要求 不代表拒绝这个人 另外 你要考虑到机会成本 人的时间有限 局与舍格外重要 答应了一件事情 背后意味住的是 你要放弃什么更重要的事情 当然 不是每一个步都要非常直接 毫不留情 以下是我归纳出的几个方法 你可以参考看看 一 以时间换空间 接到任何邀约 当下不知道怎么办 或是你不想在当下拒绝 造成尴尬 你可以说 我要先看一下形势力 最近好像有另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看完之后回你这样 就可以避免自己仓促答应 多一点好好思考的空间与时间 二 让对方做筛选 比如说 当老板交办一件事 你真的没有时间 可以有技巧地跟老板说 好的 老板 我也想专心在这个案子上面 但我手边有A专案 B专案 C专案 我评估了一下 为了更专心在新案子上 您可以建议我先不要做哪一个专案吗 三 提供其他方案 你可以提出愿意做的事情 比如说 在这个案子上 我可以给予一些建议与方向 表示你愿意帮助他 而非自己跳下来完成整个案子 也或许帮忙串联资源 直白地说 我很想帮你 但我真的没有时间 不如找B先生 我记得他先前有说过 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 如果自己有兴趣 但当下没时间 也可以说 我很想帮你 但最快也要到下个月才行 如果真的一定要有我来做的话 可以等等我吗 当然 说不需要勇气 也需要练习 一旦你开始尝试 就会发现 其实没有这么难 最终 当你获得了更多能够支配的时间 当你有了思考的空间 对于你始终挂心 以捍卫实行的梦想 开始有一些实际的进度 此时 你会发现生活局面完全不同 看待当下的每一刻 不再充满了焦虑和纠结 而是有了踏实感和希望 不必须对你 好 感谢观看 看